9月27日至10月3日 上海計劃停電通知 該通知指出 上海多地將計劃停電 同時涉及居民用電和商業用電 因為上海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 一線城市之一 該消息特別引人注目 香港《經濟日報》報導 中國國際金融股 股份有限公司認為 中國煤炭供應不足 導致電力短缺 可能令今年內都難以消除 摩根史丹利經濟學家預測 如果中國今年接下離時間 仍然按照目前速度減產 第四季度經濟成長 將減少約1% 野村證券上星期 則將今年中國經濟成長 預測下調0.5% 原因是工廠在停電和當局 能耗傷控政策下暫停營運 而中金國際預測 能耗傷控政策 對中國下半年經濟增速的影響 約在0.1至0.15%的百分點 中金國際認為 由於上游漲價對中下游 營利空間的擠壓加劇 年內生產物價指數 年增可能在9%以上 PBI增高表明有通貨膨脹的風險 野村證券9月27日的報告表示 江蘇、浙江、廣東等經濟重鎮 採取嚴格限電措施 可能導致即將發布的 9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降至榮夫線50以下 製造業PMI代表製造業活躍程度 降至50以下意味著製造業收縮 今年8月中共官方及財新發布的製造業PMI 分別為50.1及49.2 自此由於電方不斷蔓延 已經引發多家國際機構 下調對中國經濟表現的預期